长春藤国际学校总监雀思佳 20年来在教育工作上默默付出 今天我们就来ICA国际学校 看看这位80岁的老人家是如何贡献台湾的 位在台中坛子的长春藤国际学校ICA 是一所存外语教学的美国学校 负责学校教育工作的总监雀思佳 已经来到台湾台中任教23年来 几乎已经以学校为家 把学生当成自家的子女在照顾 50多岁来到美丽的宝岛台湾 现在已是80岁高龄的雀思佳 原本居住在美国的纽约 因为热爱台湾这片土地 也希望传达国际观和世界观给台湾的学子 那他很喜欢挑战 所以他觉得说28位的学生呢 算对他来讲很少数 他想要跟自己挑战 他想要把这个学校做得很好 那通常以他的个性 他到一个国家去 他只要把那个学校做好了以后呢 他就会离开 通常是四五年 那因为这个IC这个学校 现在做得非常好 已经二十年了 却思佳总监说 他要把真善美的全美式教育 移植到常春藤国际学校来 希望激发学生求知求学的企图心 辅导他们前往全世界各地的领导精英学校深造 平常跟我们相处 我觉得他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大家长 因为我们有任何问题 或是我们对比如说人生规划上 有任何疑问的话 他那么欢迎我们可以去询问他 就是真的很像阿公啦 因为就是无话不谈嘛 你什么都可以问他 去跟他做询问 然后他都永远都很乐意 就是坐在他办公室 然后等你来问他的问题 然后或者是你有什么喜愿想跟他分享 他也会很开心地帮你庆祝这样 已经是八十岁高龄的却思佳 虽然走路比较费力 但是他还是亲自带着学生一起学习 一起喂鱼 而且还把他七八成的收入都捐给学校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学子能够圆梦 前往全球各地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记者陈文旭李嘉金 派中报导 然後是在裡面 改清他誰都來這裡